林芯瑜这日以一身DeepV长群 在台北出席代言活动 同场的还有网红七七老大 老公霍建华 自婚后逐渐淡出演艺圈 更已有四年 没有再次拍内地电视剧 不过日前 霍建华就被网民直击 衍生北京 对于有传老公 将和刘亦菲合作新剧 芯瑜就这样回应了 就是关于她工作的问题 我就不方便回答 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为大家有大家工作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有要公开的时候 我想她们那边会自行公布 那你有一起过到母亲节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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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妈妈 三个妈妈 妈妈 婆婆 还有我 都有一起过这样子 你没有收到那个卡片 好像很感动对不对 女儿 女儿对啊对啊 那其实她已经提早送我了 因为那个大概是 一个多月之前 老师教她一起做 然后当天就已经忍不住要送我了 有落泪吗 那个手下 还好 还好 因为已经第一 我想看她应该是两岁之后 开始送我母亲节礼物 首作的 所以这第四次了 就那个感动就稍微能够和缓一些 其实现在工作牌比较壮 对 因为 可是我就是现在很想要多陪小孩 因为刚刚好 马上接下来是暑假了嘛 暑假也希望可以带她去 看是去哪走走啊 陪陪她这样子 提到今年的工作计划 继正在热播的露营真人秀之后 深如早前亦完成民宿主题 真人秀的拍摄工作 不知道好友 苏友朋会不会在节目中担任嘉宾呢 外传说有约到苏友朋啦 你看了就知道啦 原来是年中吗 还是暑假跟大家见面 差不多会在暑假 就是如果没有太大意外应该是接在露营之后 任务有忙拍戏吗 没有欸 我最近都在放假 这节目过了一段路就差不多了 目前可能就会在 因为这座后制啦 就是第一季的后制跟第二季的后制 然后还有有生之年的后制都还在进行当中 你亲自盯吗 呃就是对啊 都还是要盯一下 跟华登第四季有机会吗 目前还没有 为什么 没有啦 因为就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故事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让它停留在一个很完美的据点 我觉得挺好的 嗯